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8月24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我們的新聞報導影片 現在會放在星期二日報 和星期二新聞集團這兩個YouTube Channel 第一則新聞 歐盟發表報告說歐洲有超過六成土地 處於干巷風險或警暴狀態 刊情是五百多年來最嚴重的 除了影響內陸航運和發電 也都將會影響農作物生產 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 在星期二發表報告 說歐洲現時有47%的地區面臨干巷風險 即是土壤水分明顯不夠 有17%的地區處於干巷警暴狀態 即是影響植物生長 和上個月相比较 兩者分別上升三個和八個百分點 聯合研究中心的專家認為 現在歐洲的刊情是至少五百年一遇 刊情除了影響內陸運輸 能源供應也都受到波及 同時令到歐洲整個環境面臨山火威脅 另外農業生產也都受到影響 同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比較 今年歐洲的穀物收成 預計會下跌16% 大豆收成也會減少15% 英國政府就說 雖然現在的水資源足夠應付給家庭和商業用戶 但必須在未來幾個月謹慎管理水資源 又要為下年可能出現的用水短缺問題做好準備 下一則質問 英國工會聯盟在星期二表示 現在英國民眾面臨有紀錄以來 最大的生活成本壓力衝擊 建議英國政府應該在2030年之前 將最低工資調升至時薪最少15英鎊 英國工會聯盟也都說 過去多年以來 人工的升幅緩慢 英國政府應該提前增加最低工資 英國工會聯盟的秘書長歐格雷迪就說 幾百萬低收入的英國工人 生活陷入了困境 即將要面對大幅上升的能源開支 以及急增的物價 秘書長歐格雷迪就說 工人長期被告知 身金很難上漲 但有更多證據反映 企業獲利豐厚 以及持續增併人手 可以負擔加新要求 英國工會聯盟就建議 英國政府和最低工資委員會合作 盡快敲定最低工資的升幅 英國工會聯盟認為 最低工資的時薪 應該由原定2024年的入息中位數 三分之二的水平 增加到入息中位數的75% 現時英國入息中位數的時薪 大約14.85英鎊 23歲以上最低工資的時薪 就是9.5英鎊 23歲以下的最低工資時薪 就更低 不過商界領袖就擔心成本上升 以及生活成本危機 會引發潛在的長時間的經濟衰退風險 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代表 Matthew就說 商界支持高工資經濟 但是可持續的方式 只能夠是高產量模式 下一則新聞 俄烏戰爭在今年2月爆發 英國在3月的時候宣布 逐步減少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進口 英國國家統計局最近的數字顯示 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之前 是英國最大的成品油供應國 佔了進口總量24.1% 供應英國的5.9%的原油 但是這個數字在今年6月已經跌到零 俄羅斯天然氣也曾佔英國的4.9%的供應 6月同樣跌到零 是1997年有數據以來的首次 英國國家統計局表示 6月沒有進口任何俄羅斯的成品油 原油、天然氣或煤炭 令進口商要尋求替代供應 最近從沙特阿拉伯、荷蘭、比利士 和科威特進口的成品油進口量有所上升 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俄羅斯進口量的下跌 另一方面 英國在今年6月從俄羅斯進口的商品總額 是3300萬英鎊 比起今年2月俄羅斯入侵穆克蘭之前的12個月 的平均進口量下跌了96.6% 亦是1997年1月有統計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 接下來跟大家說說英國的武漢肺炎疫情最新消息 英國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數據說 在去年1月至去年8月12日期間 錄得大約6萬5千名武漢肺炎患者死亡 死亡人數飆升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α變種推動到疫情 而今年的同期 今年1月至今年8月12日 有超過28000名武漢肺炎患者死亡 這個數字是遠低於去年的同期死亡數字 自從Omicron BA.4和BA.5變種 在今年6月8日成為了英國主流病毒株後 英國已錄得超過5700宗死亡病例 比去年同期的2936宗高了大約94% 代表今年夏天的武漢肺炎疫情的死亡數字 比去年的夏天接近兩倍 威爾士、英格蘭東部和西蘭部 今年夏季以來的武漢肺炎患者死亡人數增幅最大 每個地區的死亡人數都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 英格蘭和威爾士今年夏天錄得的死亡人數當中 有幾乎一半都是85歲或以上的長者 遠多於去年同期的27% 而75歲至84歲組別的死亡人數 今年夏天的數字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7% 不過65歲以下的死亡人數 今年夏天就按年下跌了58% 由Omicron變種推動的新一波疫情 目前在英國正是逐漸回落 截至8月12日的過去7天 英國錄得674宗武漢肺炎患者死亡個案 明顯低於上星期的802宗 以及再上星期的924宗死亡病例 東英吉利大學的醫學教授Paul Hunter說 今年夏天死亡人數急增 主要是因為BA.5變種病毒株 帶動的相關感染數字急增 他預計在未來的3個月內 死亡人數會明顯比去年低很多 情況可能會持續整個冬天 下一則新聞 最近在英國 有一群Sony PlayStation的消費者 集體提出訴訟 指控Sony以PlayStation遊戲主機 在市場地位影響遊戲銷售定價 導致消費者需要承擔額外支出 這群提出訴訟的消費者說 在過去6年期間 購買PlayStation遊戲的費用高達50億英鎊 意味著每名消費者 需要大約額外承擔67至562英鎊 這個訴訟書有提到 Sony透過PlayStation遊戲主機 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 去影響遊戲定價 令消費者在生活成本高企的情況下 必須花更多的金錢 才能夠購買遊戲 提出訴訟的消費者說 Sony長期以遊戲市場競爭優勢 要求遊戲開發商、發行商 支付額外三成的分成 導致消費者需要用更高的價格購買遊戲 令消費者權益受損 下一則質問 一本由英國調查記者撰寫 講述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 組成的五眼聯盟內幕的新書 在今年9月將會出版 英國媒體披露 新書描述美國 如何逼得英國將華為封殺出英國 5G網絡建設的內幕 這本書提到 原本英國政府打算給華為 參與英國的5G網絡建設 雖然英國政府之前認為 華為存在一些技術上的安全隱患 但是認為這些隱患並不會影響到英國的安全 而且華為的性價比確實比Nokia和愛納信好 2019年5月 美國的白宮亞洲政策顧問博明 因為華為的事情而到訪英國 當時時任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負責人 在內的一批英國國家安全事務官員 曾經一度想跟這些美國人講道理 根據當時參與會議的英國情報官員的說法 美國白宮亞洲政策顧問博明的態度 持續反覆粗魯無禮 博明不僅拒絕聆聽英國官員的這些技術分析 還在會談期間刨敲了長達5小時那麼久 表示他不需要英國去做這些技術分析 他只需要英國人明白中國有多麼邪惡 雖然他拿不到任何證據證明 英國對華為的分析結論是錯誤的 去到2020年1月 英國首相的項信仍然打算推進華為 參與英國的5G網絡建設 而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就決定在2020年5月 進一步制裁華為 禁止華為在產品中使用美國製造的晶片 特朗普政府的這個決定 令到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無法再確保華為產品的安全性 在之後的兩個月中 就是Private Internet Assets 簡稱PIA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和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我們也算過價錢 看過其他那些 這個也算是便宜的 市場上有競爭力 而且這家PIA是美國公司 另外一個比較熱的 Shakshark 應該是芬蘭公司 現在他透過我們的連結 去加入VPN計劃 想有82%優惠 再加三個月的免費 海外用戶更加可以用這個PIA上網 看ViuTV 這些節目 不用 買TV Box 這也不錯 簡單一擊 PIA就可以連接到香港的通道 可以自身香港一樣上網 海外你也可以用 因為有些人如果要看ViuTV海外看不到 如果用這個就可以在海外朋友看到ViuTV 這個也因為會贊助我們 所以你如果加入這個就等於支持了我們 希望大家網友可以安裝一個實際用途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個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